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买了一把豆角 给大家分享一道 好吃又下饭的做法 按照我这个方法做 比饭店做出来还要好吃 用它下酒 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家里来客 做上这样一道小菜 保证客人吃完,赞不绝口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 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这是我刚刚早上 在菜市场买了一把豆角 现在豆角非常的便宜 只卖三块钱一斤 这里我买了一斤二两 花了我三块五毛钱 接下来将豆角 给它简单的清洗一下 洗去上面的灰尘和杂质 洗干净之后 给它捞出来控水 再给它放置菜板上 然后给它整理一下 再切碎两头 再将豆角切成一到两厘米的小段 长短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切 豆角我们这边也叫钢豆 你们那边叫什么呢 炒豆角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 而且还可以做馅料 做酸豆角 经济又实惠 真的是深受百姓的欢迎 切好 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切点小料 准备几个蒜子 用刀给它拍扁 然后再给它切成蒜末 也不需要切得太碎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切好给它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稍微一块嫩一点的姜 先给它切薄片 再给它切细丝 最后给它切成姜末 和蒜子放一起 再准备点小葱 葱白给它切末 切好和姜蒜放一起 接下来再准备两个红线椒 将地给它切去不要 再从中间给它破开 这样炒出来 连辣椒都可以吃掉 接下来调个料汁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 一丢丢白糖 再来点香菇粉 再加入五克的生抽 再来点蚝油 少量的胡椒粉 小半勺的玉米蒜粉 最后再来适量的清水 然后用勺子 给它搅拌均匀 将调料给它搅匀化开 这样我们一个料汁就调好了 提前调个料汁 可以节省我们炒菜的时间 这样我们在炒菜的时候 就不会手忙搅乱 炒这个豆角 加点肉末碎 做出来 更加的下饭好吃 准备一块瘦肉 给它切薄片 切好以后 再给它剁成肉末 剁成像这样 有点颗粒感就可以 切好 给它放入碗中 接下来 我们将肉末 给它腌制一下 加点盐和胡椒粉 再打入一个鸡蛋 少量的定粉 提前将肉末 给它腌制一下 这样做出来 肉末会更加的鲜韧 而且更加入味 吃起来 口感也会更好 接着我们用筷子 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我们先给它 放一旁备用 所有食材 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 烹饪 锅中加入少许的 食用油 油了之后 下入豆角 给它开大火 不停地煸炒 把里面的水分 给它炒干 大概给它煸炒 30秒左右 我们再转小火 继续不停地煸炒 再给它煸炒个一分钟 炒至豆角 表皮 微微起瘦 就可以 像视频中这样 脆绿的颜色 然后我们给它盛出来 锅里底油 下入肉末 开小火 给它煸散 炒至像视频中这样 肉末颜色变白 然后我们再下入葱姜蒜 继续开中小火 将食材给它煸香 煸香 煸香以后 再把豆角给倒进来 然后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接着把料汁给倒进来 红椒也给倒进来 然后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给它炒至入味 亲爱的朋友们 阿剑每天都很用心的 分享家常美食 如果觉得这道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给阿剑 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留言 都是对阿剑 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祝大家 双节快乐 将豆角给它炒至断生 最后再来点明油 这样炒出来 更加的亮丽 豆角也更加的鲜亮 出锅 给它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豆角像我这样做 真的是好吃又营养 比饭店做出来的还要好吃 饭店一盘 卖18 自己在家做 成本不到8块钱 最主要 自己在家 做起来简单 又卫生 而且里面加了鸡蛋 肉末 晕素搭配 家里老人和孩子 都特别爱吃 喜欢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 晒太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